例如观赏户外形态的艺文表演及体育赛事 或从事踏青、运动、旅游等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 共同打造安心环境 一起加入防疫新生活运动 白牦牛和小桑吉 卓马奶奶是部落里的独居老人 他养了一头非常漂亮的牦牛来做伴 那牦牛全身雪白就像一只雪狮子 部落里的人都非常喜欢这头白牦牛 其中最喜欢他的就属小桑吉了 卓马奶奶早啊 桑吉你起得也真早啊 因为清晨的草又嫩又鲜美 我特地早早起床割了一些嫩草 来给小白吃 桑吉真是太感谢你了 小白从小就是吃你哥的草长大的 你看他看到你来有多么高兴啊 小白赶快吃吧 多吃点 等过几天我带你去野外 让你一次吃个够 随着白牦牛渐渐地长大 小桑吉开始带着他去野外吃草 然而有一天 那头白牦牛独自跑出去吃草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卓马奶奶真是可怜啊 自从他的白牦牛走丢后 他每天都坐在门口等 等着那头白牦牛自己走回来 是啊 不过那头牦牛已经走丢一年了 我想他一定是翻过那座大山 跑到山的另一边去了 卓马奶奶 你还在这里等小白回家吗 唉 我可怜的小白 他是永远也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卓马奶奶 你别灰心 你的白牦牛一定能够找回来的 是吗 奶奶 小白一定会回来的 桑吉 难道你知道小白的下落 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消息倒是没有 不过只要他不飞上天 那我们就一定能找到他的 要是他跑到山的那一边了呢 就算是跑到山的那一边 我们也可以过去找到他嘛 我年纪大了 没办法走那么远的路去找他了 唉 看来我是真的再也见不到他了 卓马奶奶 我可以帮你去找小白 我一定会帮你把小白给找回来的 是吗 那样的话真是太好了 可爱的桑吉 真是太谢谢你了 桑吉 到山那边的距离可不近啊 你不上学了吗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放假的时候 我要去山那边的姑姑家住一段时间 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帮卓马奶奶找一找他的白牦牛 只要小白跑到了那里 我就一定能找到他 嗯 那祝你好运 桑吉 我们也都希望小白能早日回到卓马奶奶身边 这样奶奶才不会那么寂寞的 放心 这事就交给我好了 暑假刚开始 桑吉便坐上了去山那边姑姑家的客运车 他希望这次远行 能找回卓马奶奶的那头白牦牛 你听说没有 达姐打算卖了他的白牦牛 有啊 那头白牦牛我见过 的确很漂亮 就像是一头雪狮子一样 达姐怎么舍得把它给卖了呢 要知道 很多来这里玩的游客 都喜欢和白牦牛合影 家里要是有一头白牦牛 就能赚不少钱呢 达姐就这样把它卖了 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听说那头白牦牛的脾气很暴躁 就连达姐也很难靠近它 这样的牦牛 即使长得漂亮又有什么用 况且 长时间再跟游客一起拍照 很容易出现危险的 请问 你们说的那个达姐家里 真的有一头白牦牛吗 是啊 附近部落里的人都知道 达姐家有一头白牦牛 那这头白牦牛 是从哪里得来的 这我也不清楚 应该是买来的吧 你们说的达姐家在哪里啊 我也想去看看那头白牦牛 小朋友 你想去看白牦牛啊 那就跟着我走好了 我正好要去那里 嗯 好啊 多谢大叔 那你准备一下吧 翻过这座山 我们就要下车了 希望那头白牦牛 就是卓马奶奶的小白 就这样 桑吉在中途下了车 他跟着那位乘客 来到了山那边 养着一头白牦牛的达姐 所在的部落里 小朋友 达姐家就在这个部落里 不过这个时候 我想他应该赶着牦牛群放牧去了 你可以到山坡那里看一下 那头白牦牛一眼便能看到 好的 谢谢大叔了 大姐 听说你要把那头白牦牛给卖了 对啊 只要价格合适 我就卖掉它 那个家伙脾气太大了 万一伤到人 可就麻烦了 是小白没错 他是轴马奶奶的白牦牛 他果然跑到了山这边了 大姐 你看 那个孩子是谁 他怎么朝着你的牦牛群跑去了 小白 我来了 我来了 天啊 他这是朝着白牦牛跑去 太危险了 小朋友 别过去 不要靠近那头白牦牛 你听到没有 你这个小子 想干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有多危险 你是大姐吗 是啊 你认识我 这么说 那头白牦牛是你的 原来你是冲着那头白牦牛来的 小朋友 我跟你说 那头牛的脾气可大着呢 你千万别靠他太近 他会伤到你的 不会的 小白不会伤害我的 小白 没错 那头白牦牛的名字叫小白 这还是我给他取的呢 你帮他取的名字 小朋友 你见过这头白牦牛 当然了 他是我们部落里 琢磨奶奶家的牦牛 他从小就是吃我哥的草长大的 你这个小子 胡说些什么 这头牛明明就是我的 是啊 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 达结家养了一头白牦牛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小孩子 就可以胡说八道 让我们相信你 我没有胡说八道 小白他就是琢磨奶奶家的牛 我认得他 我看你就是想骗走我这头白牦牛 你这个骗子 赶快给我离开这里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了 哎呦 我没有骗人 我说的都是真的 小白 小白 我是桑吉 我来找你了 行了 不要喊了 你赶快回家去吧 别在这里骗人了 小白 小白 我是桑吉 我是桑吉啊 小白 是我 我是桑吉 阿杰 你快看 那头白牦牛 怎么朝我们这里跑过来了 哎呀 怎么回事 他这是要干什么 小白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糟了 他这是发狂了吗 这头白牦牛发起脾气来 谁也拦不住 我们赶快躲起来 小朋友 赶快躲起来 那头牦牛疯了 小白他没有疯 他这是认出我来了 你这个小子 怎么这么固执 都什么时候了 还说这话 快过来 否则他会用牛脚 顶死你的 小白不会那样做的 别管他了 我看这个小子也疯了 那头白牦牛 飞快地跑到了桑吉身边 然后停了下来 他竟然像个孩子一样 将脑袋 靠在了桑吉的身上 小白 真的是你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你知道吗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琢磨奶奶是那么的想你 她都在家门口 望着通往山坡的路 天天盼着你回来呢 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啊 脾气那么暴躁的白牦牛 在这个孩子面前 竟然温顺地像只小猫 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 这头白牦牛 真的是他从小为大的 大姐 你过去干什么呀 小白 你可别伤害他 我知道他并不是坏人 这些日子也是他在照顾你的呀 看到了吗 我并没有骗人 这头牦牛 就是我从小为大的小白 他的主人 是啄马奶奶 这头牦牛 很少愿意让人接近 但是你却能轻易地抚摸着它 看来你说的是真的 小朋友 你说的啄马奶奶 它在哪里呀 我和啄马奶奶 住在山那边的部落里 奶奶她是个孤寡老人 和她作伴的 只有这头白牦牛 自从小白走丢后 她每天都失魂落魄地 守在门口 盼着她能回来 我答应过啄马奶奶 一定帮她找到小白 现在我终于找到了 其实这头白牦牛 是自己跑来 跟着我的牦牛群的 我以为它没有主人 所以就留着它 既然它是啄马奶奶的 那你把她带走吧 谢谢 我替啄马奶奶 谢谢您这段时间 照顾小白 真的非常感谢您 真好 白牦牛找到了 她真正的主人 她终于可以回家了 很多人被地上菩萨射受 太伟大了 被观音菩萨射受了 被阿弥陀佛射受了 出钱出力用生命 归命阿弥陀佛 就算很多人生病了 他不怕 我生命交给阿弥陀佛了 放下 身体对世间的种种执着 这个才叫一心念佛 当然大多个人都是等到快死了 然后再来一心念佛 当然也可以啊 还有救啊 只是品位比较低啊 真正的修行是 你就算你十八岁 你也是一心念佛 这个一心是佛的心 菩提心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这样的一心呢 所以我经常讲 往生极乐世界 不用等未来 不用等死了以后 你的内心 生命 已经依止了阿弥陀佛的愿心 实践了阿弥陀佛的冰心 这一心念佛不是勾嘴巴 是像阿弥陀佛一样的 那些射受众生 引导众生 把握一心 借杀施数放生广修功德 回向尽土 引导所有作战 都到尽土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有智慧的河山火 才有慈美的生命 生命的事与你一同追求真理 重拾你的生命 生命的事与你一同追求真理 重拾你的生命 再来第五个 我先谈一下大家可以思考 任何宗教都让人有向善思维 信仰与实践 但是在信仰跟实践当中是有差距的 那么如何在很虔诚的信仰 集去实践之后会有感应 第一宗教对人类的影响 第二宗教对社会的影响 第三宗教对企业的影响 在海外上是有业务的影响 在海外外人有党的影响 在海外人有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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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handwise 都能够好吗 若狞 只要给你拿过来 一个厕 Resources 都是 若狞选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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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官方的资源 够来 若狞选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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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人 尝尝尝 死 了 我来 若狞选过来 长官 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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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机处在身边 身边 在那中有一些人会说是 乘七八一多而一家人不能 且日互了 如果你们会走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 我们希望能 Mae 越来越越多 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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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要這些人,壹檢查臣、壹檢查臣的壹檢查臣的壹檢查臣 但是用心的壹檢查,"麮逢,傻置臣的壹檢查臣因此, 人貢查臣寡學院和教練的壹檢查臣瓶 壹檢查臣蚕結他臣自信 打了一直呈喬子的你那是 如果被姿勇留下的那是 它在那是 原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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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所以被參加制衛生之外的骨臨 所以後來最適的事 就是要通過了 有通過了 要通過了通過過了 其中一點 常平常都在 對打我 打我後來的 為阻撕